第五十章 第三分身 或许那九幽之主 不知道自己弄着血海海水的真正目的 或许是知道却怀有其他心思 可是不管怎样 自己的目的达到了 管他是真不知道 还是假不知道 我实力强才是根本 血海海水到手 即可孕育第三分身 罗锋满心狂喜 而且本以为得靠混沌城主那一人情 才能弄到血海海水 没想到却只是加入外围组织 我人类族群强者中 有不少都加入外围组织 罗锋满脸笑容 随着我的实力越来越高 像我有那么多次接受受神传承机会 将来完成五重 传承我是有十足信心的 到时候还不一样 必须加入 候选神使 候选神将 受神传承 完全接受五重传承者 或者更高 都是必须加入祖神交外围组织的 而现在罗锋 却是被邀请加入 像竹虫王 费晶王 罗锋等一些 被认定天赋逆天 如不朽集 即可对抗宇宙尊者 跨入宇宙尊者集 就拥有宇宙霸主能耐 稍微再提高一番 就能拥有宇宙之主战力 这样的逆天天才 祖神交也是提前抢的 毕竟这些绝世天才 一旦受神之道 失败很可能 就不来紫荆岛了 若是走时空道路 照样可能有成 所以先邀请加入 防止到手的未来绝世强者 就这么放跑了 我走受神之道 是定有所成 罗锋默默道 未来要加入 现在提前加入 也没什么 凭这就逃过一劫 哈哈哈哈 罗锋也没想到 自己弄来弄去 却成了那九幽之主 麾下一脉人马了 自己人 好说话 那九幽之主 也没为难自己 哈哈哈哈 痛快痛快 罗锋越想越是兴奋 恭喜主人 贺喜主人 大殿内的天阵王恭敬行礼 嗯 罗锋一挥手 便将暂放在天阵王纳的世界戒指 给照了过来 同时盘膝 而做魔杀族分身 则是携带着那血海海水 进入了体内世界 缘合 体内世界中 嗷 连绵上千公里的 金角巨兽 仰头发出兴奋叫声 声音轰隆隆 宛如雷声滚滚 传递开去 世界术共有九株 而九幽之主的那群皇子 却是足足 一百零八个 若是算上九幽之主 他们这同类生命 便是一百零九个 魔杀族分身 站在半空 看着面前 只见脸盆大的鲜血 在悬浮翻滚着 一阵阵血腥气弥漫 一百零九个 九幽之主那般强大 我就不信 每个皇子的生命层次 都那么离谱 称 一定得成 魔杀族分身 死死盯着那血海之水 虽说理智上认定 成功概率极高 可毕竟罗锋不清楚 皇子的准确生命层次 加上上次失败过一次 所以此刻也忍不住紧张 决定命运的一刻 魔杀族分身 金角巨兽都平静下来 都看着那脸盆大的鲜血 错 在体内世界的世界之力裹挟下 那一团血海海水 却是冲天而起 直接飞向遥远处高空 整个世界一片寂静 虚九 那团血海海水 飞到了体内世界的核心中央 天赋秘法分身 孕育 罗锋的意志操控着整个体内世界 随着一生 仅仅只有三次的孕育 分身之术的最后一次启动 整个体内世界都在轰隆隆地震战着 无尽的世界之力 疯狂涌向整个世界核心的 那团血海海水 血海海水瞬间犹如雾气般消散 只剩下最基本的一点生命物质 被无尽的世界之力包裹 高空中出现了一金色球体 一定得逞 大殿中盘膝而坐的罗锋 还有体内世界观看这一幕的磨砂族分身 金角巨兽都同样紧张 因为上一次就是在刚刚开始就失败了 其实罗锋当年选择 吞噬金属以促进体内世界进化 使得自身体内世界达到了极大程度 一方世界的直径接近一亿公里 所以罗锋的体内世界所能孕育的分身极限 还是极高的 只是上次世界树的生命层次 依旧超过了体内世界承受的范围 这次呢 孕育分身已经启动 罗锋的意识时刻感应这一切 仅仅片刻 成功 所有生命物质已经解析 开始真正孕育 罗锋意识迅速感应到这点 哈哈哈哈 磨杀足分身大笑 第三分身注定是血海九幽分身 将来我便拥有无穷无尽的神力源泉 即使陨落也能再度诞生 这才是不死 嗷噢 金角巨兽发出激动的怒吼 痛快 痛快 大殿中盘息而坐的罗锋野士 直接站起 哈哈大笑 一把抓住旁边的天阵王 天阵陪我喝酒 更是照出其他一些锋芒极限仆从 开怀畅饮 好不痛快 随着孕育分身的开始 罗锋的意识也感应到 孕育这第三分身估计需要持续超六百年 体内世界越强 那么孕育越是容易 孕育的生命越是强大 孕育时间越久 地球人身体 孕育耗费了一年出头 磨杀足分身 孕育耗费了三年零九个月 血海九幽分身 却是需要超六百年 若是罗锋没有选择吞噬金属来促进体内世界 而是普通金角巨兽的借助九级体内世界来孕育 恐怕得超过万年才成 超六百年才能孕育成功 也在我的预料范围内 毕竟是特殊生命嘛 罗锋心情却是愉悦 之前为了寻找这第三分身 一次次冒险 一次次想尽方法 现在既然开始孕育了 那就轻松了 只需要静心修炼 不就六百多年吗 修炼很快便能度过这六百多年 到时候第三分身便成了 去祖神教 这六百多年 我可得好好研究参悟 跨入不朽 对我而言没什么难度 可跨入宇宙尊者倒是挺难的 罗锋很清楚这点 自己的空间法则 才真正悟透 顺移这一方面空间绞杀 和空间封锁这两大方面 虽有所感悟 却离悟透远得很 等悟透三方面 并且将三方面融合为一 才是真正的完整空间法则 不知道多少绝世天才三种 都悟透了 就是最后一步跨不出 如当年的真眼王 如竹虫王 费镜王等等 个个皆是如此 罗锋也不敢大意 积累越是雄厚 对突破定是有好处 还有 我第三篇既然领悟 那么星辰不道图 和明月册的第三事 也该创了 罗锋略一整理 发现自己需要做的事情 的确很多 开怀畅饮饮一番后 罗锋又和混沌城主 禀报了一番 混沌城主知道罗锋 竟然连人情都没用 并且还开始孕育 那第三分身顿时大喜 海连连道 哈哈 和祖神交关系匪浅的 那几个强大的宇宙之主 虽说是祖神交外围组织中的 己脉首领 可再怎么说 也是外围罢了 这九幽活得太久了 和那几个老家伙 一笔高低 反而成了他的乐子了 罗锋 好好努力 你既然被祖神交这么重视 那竹虫王 可是弄了两件质宝在身 那祖神交的好处 不拿白不拿 你到时候 也别心思手软 是 老师 罗锋如此应道 当天 罗锋地球人本尊 就离开了原始秘境 透过神国传颂 直接来到了祖神教紫荆岛 回到紫荆岛后 罗锋先师和老师 真眼尊者 以及谦语王 查曼王 黎朔王等 一些朋友聚了聚 很快紫荆岛上 便传开消息 刀河王回来了 刀河王 从九幽世空回来了 刀河王的质宝 到底有没有落在那九幽 漩涡通往的核心之地 肯定遗落了 那地方 连宇宙尊者都是去了 几乎难以活着回来的 这刀河王肯定和当初被刺杀一样 靠天赋分身之术 再度复活了而已 可看不出 刀河王的借主气息啊 对 我也看到刀河王 可却没发现 他的借主气息 我看 刀河王的质宝 可能还在 怎么可能 尊者去了都活不了 救他 依我看 或者是刀河王 跨入了不朽 或者是刀河王 又有了新的质宝 新的质宝 人类族群 可是巅峰族群 一些差点的质宝 虽说一些普通族群 未知眼馋 可巅峰族群 却是多的事 消息在荣耀世界露天广场中 疯狂传播 也传到费静王耳朵里 府邸内 费静王神体 早已完全恢复 他眼神 却更加阴冷 天生 便是一阴冷凶残的性子 这次又栽在 真眼尊者手里 自然一肚子怒气 憋着 没有显露 借主气息 是跨入了不朽 还是新的质宝 费静王咬牙切齿 若跨入不朽 那我就正面击杀他 我可是强大高贵的特殊生命 若有质宝 再抢来 刀河王 真眼尊者 你们俩等着 任凭外界 各种谣言漫天乱飞 罗锋却稳如泰山 除了刚开始和老师 朋友聚了下后 随后罗锋便在自己的釜底中 开始了漫长的前修 第十八篇 祖神教 结束 请不吝点赞 如何 悂点赞 可其实 都帮助 连接